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年四季鼻炎 你要怎么才能放过我 亲 想让鼻炎放过你 你问深毒菌啊 这一集咱就先从鼻炎的诱发因素讲起 正免疫系统过分敏感是有遗传因素的 生来就那样 咱得认 所以想躲开鼻炎还得从过敏源上下功夫 找出过敏源 不招惹过敏源 才是预防过敏性鼻炎的好方法 花粉灰尘 花粉和灰尘都是鼻炎重要的过敏源 春秋两季 花粉飞得更高 也就成了鼻炎的高发季节 花粉灰尘敏感的亲们 出门常被口罩 日常多注意 自己少受罪啊 尘满 尘满也是过敏性鼻炎的主要过敏源之一 尘满这家伙 你瞪成牛眼都看不到 据说一刻床尘里能住进两万只尘满 持续半年一年鼻炎的亲们 该去查查是不是尘满过敏哦 床上用品要常洗 常晒 常出满 彼此才能爽爽的 空气污染 汽车的尾气 工厂的废弃 都存在着像PM2.5 PM10等有害的小颗粒 它们损伤鼻黏膜不说 本身就是过敏源哟 非常容易招来过敏性鼻炎 出门随时携带口罩 特殊的那种哟 宠物 苗星人 汪星人等动物的毛发 皮屑 身上戴的尘满 都是常见的过敏源 对这些过敏的亲 深度均劝你 还是借了这些猫猫狗狗吧 其他过敏源 有对海鲜过敏的 有对蛋类过敏的 有对牛奶过敏的 有对冷空气过敏的 常被鼻炎纠缠的亲们 多长个心眼 找出自己的过敏源 以后躲着走 说完诱因 咱说检查 前鼻镜检查 想初步判断鼻子有没有炎症 可以做个前鼻镜检查 看看鼻黏膜有没有过多分泌物了 中下鼻甲有没有肿胀了 鼻子里有木有异物了 医生看看就知道 炎症有木有 过敏源检测 想知道自己对啥过敏 敏感程度有多高 不妨做个过敏源检查 最传统的方法就是皮肤点刺试验 把常见的过敏源通过医学手段制成点刺液 像做青霉素皮饰一样 在胳膊上扎来扎去 要是出现疯团 红韵 就代表对相应的物质过敏了 当然了 抽血检测也是一种方法哟 说完检查 咱说治疗 药物治疗 抗阻碍药 还记得之前说过的岩性物质吗 这些岩性物质的主力菌就是一种叫做阻碍的家伙 他就想插头 在细胞上找个插座 这一插 好了 正常细胞就遭殃了 左岸类药物就是搞了无数个没啥乱用的插头 去把细胞身上的插座都插满 让左岸无处可插 炎症就这么泡汤了 糖皮质激素 糖皮质激素有个特异功能 能减少参战大白的数量 即使参战 也能降低大白释放炎性物质的数量 过敏就没那么严重了 减冲血剂 当鼻黏膜上的血管扩张冲血 导致鼻黏膜肿胀 鼻色就来了 减出血剂就是让鼻黏膜的血管收缩 减轻鼻黏膜的肿胀 就能有效地缓解鼻色了 脱敏治疗 治疗理念就是让过敏源持续少量地进入体内 让免疫系统逐渐习惯接受 最后和过敏源和平相处 这可是个矿日持久的事 搞个几年很正常 过敏性鼻炎也是有手术治疗方案的 不过很少见 神毒菌就不啰嗦了 真要手术治疗就乖乖听医生的话哈 神毒菌 这两集就说完鼻炎了 满满的都是干货呀 这一季就这么结束了 真心舍不得呢 鼻炎太难缠 房间谣言满天飞 天方到处有 神毒菌精心制作了一集问答特辑 下集重磅推出 不想上当受骗的兄弟姐妹们 等我哟